我的笼子呢 不是 什么笼子 你坐下 不是什么笼子乱七八糟的 你结婚的时候 小姨父是不是随礼了 小姨父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谁随礼了我记不住 谁没随礼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你 没随 我随了 你没随 我是空着手来的吗 哦不是不是不是 我记得你是端着一个碗来的 一进门就给点吃的吧 给点吃的吧 你叫坏 你怎么是端着个碗来的啊 想起来了吧 就是这个碗 怎么的了 我现在拿钱来赎来了 想当初 小姨父没钱 现在有钱了 你把碗还给我吧 你要出多少钱 一百 你这个人一说谎就手抖 你忘了你这个毛病了 把你的一百块钱收起来 你就实话告诉我这个碗怎么的了 咋下了小姨父 小姨父 别碰我 我怎么了 你知道吗 啊 春风 哎 你小姨那个脾气你知道吗 是不太好 哎呀 只要一跟我说两句话 啪就摔碗 没炒了 啪就摔碗 我们家一地碎片 一个碗都没有了 我怎么办 啊 炒菜的时候用手抓呀 吃饭啊 来回抓呀 不用盘子吃吧 吃不饱 用锅吃吧 吃太撑 你没觉得我最近一会儿瘦一会儿胖 一会儿瘦一会儿胖吗 别受了他的蒙蔽 一直在说谎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哎呀你 你坐下吧你 哎呀小姨父 你就跟我明说 这个碗到底值不值钱 值多少钱 就是蒙不住 你还蒙我呢你 一千块钱 两千行吗 最多三千 成交 我后悔了 你后悔来不及了 告诉你 拿碗 三千块钱可以啊 但是这个碗不在我这 不 哎哎哎 不在你这 你跟我这嘚瑟半天 二米粒收着呢 二米粒 哎呀 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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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在家 在家呢 你整天到我们家来 你也没啥正事 你喊他他能出来啊 我今天喊他 他一定出来你信吗 我不信 五句话之内 他出现在我后头 你信吗 来你喊喊试试 我到你家来 是找二米粒的 一句 我是来夸他的 二句 这孩子越来越漂亮了 三句 大大的眼睛 双眼皮 高高的鼻梁 薄嘴唇 来了吗 我扶你那俩出去 小姨夫 哈哈哈 这孩子一夸就出来 来来来 过来 小姨夫 你来了 二米啊 小姨夫跟你说个事 嗯 你们俩结婚的时候 我是不是随礼了 别闹了 你俩随礼 你就脱个碗来 给我点吃的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还 那个碗 嗯 我告诉你出事了 什么碗 那碗 千万别用 为什么 有辐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闹了 你都跟我说了 那是明代的碗 哪来的辐射呀 就是明代的碗才辐射呢 你不相信 你大马路上看看 现在哪还有一个明代的人 全辐射美了 我告诉你 你还不相信 而且那个碗有副作用 用那个碗吃饭 长胖 你说这个倒是真的 你看看 我就吃过两回 我长了好几斤 而且还有副作用 睡觉打呼噜 对对对对 他睡觉就打呼噜 整宿整宿地打呼噜 我睡不着怎么办 我只有看手机 什么玩意儿你看手机 你可能吃鸡呢 不是 还有走路直哼哼 对对对 他走路就哼哼 我那是唱歌 我一说他 他就狡辩 行了 你中度已经很深了 傍晚还给我吧 快点 晚 我撇了 撇了 二百六三千块钱 他把你俩瞎那样 我撇完早上给我捡回来了 谁捡回来的 谁谁 我那 你爸捡回来了 不是 你咋知道是我爸捡回来了 你哼哼的吗 哼哼的 姐夫 说话 你说什么玩意儿说吧 我说啥来这儿 碗吗 对 你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一个碗 我结婚的时候你还有头发呢 废话你那时候也 不是 他俩结婚的时候我送一个碗你知不知道 哎呀 就是我一撇你就捡回来 我一撇你就捡回来了 那个碗呢 我撇了 哎呀 爸呀 那可是三千块钱呢 撇哪儿了 你看把你们吓的 我这人你们还不了解啊 我捡了这东西 我还能舍得撇吗 没撇 碗呢 在我这 在哪儿呢 那碗你要的干啥呀 那碗有毛病 什么毛病 我打有那个碗 你妈就没让我上床睡会觉 啊 为啥 她说我打呼唬脚的 他一宿一宿睡不着 跟你一样 这些旁邻居都烦死我了 啊 人家说他跳广场舞时候 我在旁边哼哼 人家踩不上脸 我跟你一样 吃一吃吃 还有那东西吃完了 长肉 这跟我一样 我一看我胖了不行了 我一看咱家那小狗受的可怜嘛 对对啊 我就把那碗给狗了 结果这狗原来是不是受的真像个狗似的 对对对 现在你看 怎么的 熊杠 不怕了 不怕了 碗呢 碗呢 狗窝里呢 过哪来去 喂狗的碗你也要 你快点的 这什么毛病 要那碗有这事 你找去 你别闹啊 电话里面 这事没这么简单 小姨父 你去跟我 你跟我说实话 这个碗到底值多少钱 多少钱 我刚才跟你说多少 你四四三三三年 最多能卖六千 行了 一会碗到手你给我六千块钱 嗯 碗没在你那我给你什么六千 那小姨父 走我这呢你给我六千块钱 你都撇了我给什么六千 你给我岳父 走吧 你岳父视金钱如粪土 给他什么钱 另外他能把碗给狗 他一定会把碗给我 而且说不定请我吃饭的 哎哎哎哎没错 没错 快说话 怎么样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先听好消息 狗还在 坏消息呢 碗没了 六千块钱呢 爸 碗呢 不是是 你刚才我不找碗吗 走这道上我就想 我突然想几个事来 什么事 就是前两天吧 来个收盆烂的 就围着咱家那个狗窝 就来回转 我就纳闷 我就过去了 一看嘛 人家告诉我了 说这个碗有毛病 他毛病 就当时设计时候尺寸不对 说那个碗嘛 人要用他吃饭吗 一碗吃不饱 两碗就撑着了 对对对对 我就掌握不好料 我才胖这样吗 是我就跟你说一下 我是两碗吃不饱 三碗撑死了 行了别说那家没用的了 还碗呢 这老头拿走了 谁呀 哎呀 你看看你咋能给的 是啊 小姨爸 哎哎哎哎 哎呀不至于吧 不就六千块钱吗 小姨 什么六千块钱 哎呀 我告诉你 那个碗 二十万 我找那个老头去 上哪找去 那肯定是个行家 我告诉你 他给你多少钱 什么给我钱 我求人家拿走的 人家还不累拿呢 我还请人吃顿饭呢 你也是呀 爸 爸呀 你这个这个 咱家不赔本了吗 小姨父你也是 你为啥不早说 你那玩那么值钱 来来来 多坐下 多坐下 啊 我给你们普及一下知识 啊 就那个碗吧 啊 一个 不咋值钱 也就五六千块钱 啊 要是一对 一对 价值连城啊 你把帮给我 哎 啊 一对才值钱呢 今天 我到旧货市场 找到了另外这只 呦 我告诉你吧 这 我本来想配成对 你看 你看是不是和咱家庭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就是咱家那碗 你怎么证明 我怎么证明 这不那天给那老头拿碗吗 我不得进狗窝里掏去吗 咱家那狗啥皮的 你不知道吗 上去咔嚓了一口 咬碗上了 这有印的 真有个牙印的 你看看 你闻闻 有大黄的味儿没 嗯 就是这个味儿 哎呀 我明白了 小姨父啊 这个碗转来转去 又转到你手里了 哎呀 你们这些个号称玩古董的 玩收藏的 就是在你们这个小圈子里转呢 价钱转上去了 还是这一个碗 哎呀 小姨父 人家别人搞收藏 收藏的是文化 你满眼都是钱 你就是个财迷啊 哎呀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我看你们还说不说我是财迷 啊 这个碗 是我一个老藏友给我的 这个老藏友 是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人 倾其所有啊 看见好东西 就拿下 看见就有价值好的 就收下 我一看这个人 将来一定会发大财呀 是是是 你知道那鸡钢杯吗 哎呦鸡钢杯 知道知道 据我所知 全世界一共只有三个 对对对 他有六个 他有六个 他说反了 全世界有六个 他有三个 他给我拿多少钱 就这么一个大收藏家 在临终之前 他决定把所有的收藏 献给国家 我听说这个消息以后 我赶快把这个碗 给他送了去 他说锅子 这个碗 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如果有一对 那就好了 我这心里 一直 哎 没过两天 我这老藏友就去世了 我一直看着这个碗 心里难受 正好你们结婚 我就把这个碗 送给你们了 嗯 今天 我到旧货市场 我又发现了这个碗 我一想 你们家那个 咱们凑上队 就能完成 老藏友的心愿 我就能献给国家了 对对对 没想到 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是为这个事难过 什么啊 孙芳 你讲的都是真的 因为在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的手一直都没有抖 小姨父 你那位老藏友 是个好人 你的人格也是 也是完美的 你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不完美 你让大黄给咬一口了 除了那个牙印 啊 孟芳 你那个藏友是个行家 嗯 他要说这碗是一对 就一定还有另外一只 对对对 到今天开始 我什么都不干了 我号召我的 所有的亲朋好友 出去帮你找那个碗 对 那个老藏友的心愿 咱们一起出去找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但是你说还有希望吗 解放邻居们 有没有希望 有 你听听 谢谢大家 我真的希望 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谢谢你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